这是底特律的市中心,往河边走 前面有一组雕像,咱们过去看一看 这组雕像就是大名鼎鼎的地下铁路 所谓的地下铁路就是当年美国南方的黑奴逃往自由的道路 这组雕像面对的河流就是连接伊利湖和修伦湖的底特律河 河的这边是底特律,河的对面是加拿大的温莎 当年美国南方是支持奴隶制的,北方是自由州 但是南方的奴隶逃到北方的自由州并不意味着就完全自由了 因为当时美国有一项法律,南方的奴隶主可以到北方的自由州抓回自己的奴隶 而当时的加拿大是属于英国北美领地,是不支持奴隶制的 所以加拿大就成了当时南方黑奴的应许之地,自由之地 这组雕像描绘的就是当年黑奴们隔阂遥望自由的加拿大 加拿大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你可以看到雕像下面的文字说明,这里是通往自由的门河 过了这条河就是自由的加拿大 过了这条河就是自由的加拿大 也是纪念这个地下铁路的 今天,站在这组雕像的旁边 看着远处的通用汽车总部的大厦 以及对岸的加拿大的温莎 我们仍然心怀向往 自由平等仍然是两岸人民共同的追求 练乱的客户